這是從零開始的第一堂電吉他課 首先你要有一支電吉他 接下來你要有一個電吉他音箱 又叫擴大機 你要有導線 連接吉他跟電吉他音箱 你還需要一張有靠背的椅子 方便你在練習的時候調整彈奏姿勢 電吉他的電路設計有幾種不同的款式 現在介紹的是Less Paul的電路設計 吉他的琴聲上面有一個切換開關 這是切換時音器 切到這個位置 聲音會來自琴頸這個時音器 切到這個位置 聲音則來自琴橋的這個時音器 切到中間 則兩個時音器都發出聲音 畫面這個旋鈕是琴頸這個時音器的音量鈕 這個則是調整聲音亮度的旋鈕 現在切換到靠近琴橋的時音器 這是他的音量鈕 這個是調整他的聲音亮度的鈕 解開你的電吉他導線 不要糾纏成一團 要像現在這樣子 順順的打開就好 將導線的一頭插入吉他的導線孔 將導線的另一頭插入電吉他音箱的入入孔 吉他音箱的音量是關到底的 然後打開音箱的電源 再慢慢轉開你音箱的音量旋鈕 不要一次轉太多 以免音量爆充 接下來打開吉他的音量旋鈕 你就能從音箱聽到自己彈奏的聲音了 每次彈奏之前要先調音 用調音器或手機APP來調音都可以 吉他最初的那一條弦是第六弦 一直到最細的那一條弦是第一弦 第六弦的開放弦要調到1 第五弦要調到A 第四弦調到D 第三弦調到G 第二弦調到B 第一弦調到E 現在介紹Pick的拿法 拇指、食指呈現畫面上這個姿勢 像是比一個愛心 然後把Pick夾在你的食指側面跟拇指之間 以轉動手腕的方式 帶動你的Pick來播吉他弦 拨弦的時候 用Pick的尖端來拨吉他弦 一開始先練習下上交替拨弦 盡量讓往下拨的力量跟往上拨的力量聽起來一樣 拨第六弦的時候 我的手掌習慣靠在琴針上面 你也可以試試看其他的方式來固定你的手 但是要注意手掌不要悶到第六弦 拨第五弦的時候 右手手掌會悶掉第六弦 拨第四弦的時候 手掌會悶住第五弦跟第六弦 拨第三弦的時候 手掌會悶住六五四弦 依此類推 現在來練習左手的悶音動作 除了右手要悶掉不彈的吉他弦之外 左手也要幫忙悶掉不彈的吉他弦 我們先從畫面上這個動作開始 我用食指的指腹悶住所有的吉他弦 不要把弦按得太緊 把手指貼在弦上面就可以了 拨第六弦的時候 食指要幫忙悶住第一弦到第五弦 當我右手拨第五弦的時候 左手的食指要悶住第一弦到第四弦 而第六弦則由右手悶住 拨第四弦的時候 左手悶一二三弦 右手則要悶住第五跟第六弦 你會發現 只有我要拨的那條弦有聲音 其他的弦應該都是悶住的 現在拨第三弦 左手的食指悶住第一弦第二弦 右手則悶住 第六、第五、第四弦 現在拨第二弦 左手悶住第一弦 右手則悶住 第六、第五、第四、第三弦 接下來我要拨第一弦 這時候左手不用悶音 右手要悶住第六、第五、第四、第三、第二弦 再進一步的練習 每一根弦依序的拨四下 以下上交替的方式來彈奏 從第六弦拨到第一弦之後 再從第一弦拨回第六弦 練習盡量讓聲音連貫 但是一次只有一條弦能夠發出聲音 練習完每根弦四個音 你也可以練習每根弦拨三個音 從頭到尾都要保持下上交替的拨弦順序 彈奏六條琴弦 兩手就一共要搭配出六種不同的位置 你要練習到眼睛不用看 雙手就去記憶住這六個不同的位置 在一開始為了保持專注 並且能夠觀察自己播弦的力道 在今天這支影片的示範中 不收錄從吉他音箱中發出來的聲音 影片中聽到的聲音 就是直接播電吉他不經過音箱的聲音 我們說這樣的聲音叫 Acoustic Sound 現在換第一人稱視角 再看一次 從播第六弦開始 右手不悶音 左手則悶住第一弦到第五弦 接著依此類推 彈奏六條琴弦 兩手就一共要搭配出六種不同的位置 你要練習到眼睛不用看 雙手就去記憶住這六個不同的位置 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動作一定要慢 一個音接一個音 慢慢的彈 仔細聆聽有沒有出現雜音 並感受你的動作 是不是雙手配合良好 也可以透過觀察弦的震動 來判斷你的動作是否正確 練到肌肉記憶的程度 我們就可以開始下一個階段的練習 今天先介紹到這邊